登場將是由兩位中國選手彼此作對施殺 目前世界排名第三馬龍要對上排名第四張季柯 那他們分別是今年男子世界輩大會的第一號種子跟第二號種子 所以絕對會形象緊張之際的對決 對 當然這兩位選手都是以橫拍 所謂的兩邊進攻打法的選手 但是以馬龍來講當然他的擊球的力量和力道是比較強勁的 尤其他在側身這一板正手的進攻 他可能會常使用來壓制張季柯的打法 那張季柯在中國選手裡面屬於較左右的進攻 算是技術上比較前面比較平均 所以以張季柯來講你要打敗他勢必來回球 一定要次數要增加 那馬龍如何的突破 當然除了要注意來回球之外 要擔到機會要加速的進攻 這個可能是能贏球的一個關鍵 對 兩位選手過去都曾經拿下過一座世界盃男子單打賽的冠軍 那麼當然都是要來尋求第二座世界盃的冠軍 不過這次兩位選手一路過關斬槍的過程當中是有一段差距 法龍的部分連續三場比賽 從十六場開始連續三場比賽都是直洛斯打敗對手 至於在張力科的部分 其實除了在第一輪是輕鬆的戰勝的克里桑之外 接下來不管是面對奈及利亞的阿魯納或者對上波爾 都是用了比較多的局數才可以戰勝對手晉級 特別是在四槍戰 張力科跟波爾一路是著戰到了第七局才分出勝負 所以打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馬龍他本身如果他的所謂的穩定性提高的話 以他的球質事實上你要防得住是很困難的 那以馬龍的經驗呢他尤其後段的當中 他會有做一些相當刁鑽的一些處理 也是常勝能夠贏球的主要原因 當然了其實前場比賽 雖然說張力科是四比三辛苦的獲勝 不過從他第六局跟第七局面臨到這種被淘汰的邊緣 反倒是激起了他這種全力搶攻全力求勝的這個欲望 所以看得出來來到第六局跟第七局 他的整個進攻狀態跟前面是差很多 對 那這一場球賽呢 都是中國的選手 那也可以從比賽的過程當中 從這種所謂的揭發球段 做一些所謂短球的變化的處理 那一般來講呢 單打比賽呢 你面對的就是對方發過來呢 偏左偏右的短球 那我想從這兩位選手 因為互相很熟悉 也可以從這邊看中國選手 到底如何處理這個 對方發過來短球呢 你是要用敏球啦 還是有其他的招式 來揭發球 我想這個應該 國內的選手可以來觀賞的 這兩位選手其實也被預期 是中國隊在準備下一次奧運 在橫拍兩位的領先人物 不過呢 根據中國隊過往在推拍奧運會的代表 通常都是派一位直拍跟一位橫拍的選手 像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 馬龍也因此是錯失了 去打這個難單的機會 只能打這個團體賽 當時因為張棋柯普遍來講 面對大賽的整個抗壓力 跟他一些爆發力是被評估是比較好的 所以跟王浩是攜手 征戰2012年的敦奧 那接下來呢面對巴西奧運 對於馬龍來講是絕對要爭取 能夠去打奧運會的比賽 而且就目前整體的穩定性來講 是比張棋柯還來得好啊 如果能夠在這樣比賽再壓下張棋柯的話 應該是能夠得到更多正面的加分 對當然孫吳提到的 那因為奧運會的比賽呢 只能有兩位選手出賽 就是一個國家 那直拍橫打呢 我想當然是喜新是目前中國最強的 那等於呢剩下一個名額 就可能從場上這兩位 或者還有一位小將 反正東喔 這個所以他們 其實上中國的這些選手壓力蠻大的 對內的競爭很激烈 畢竟呢像四年一度的奧運會 你大概一輩子的這種當選手呢 參賽的機會也不多啦 你如果錯失了 年紀稍微稍長 你就可能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想這兩位選手呢 應該心裡要這麼想 因為處在巔峰狀態 特別是對中國選手來講啊 大概一輩子能夠打兩屆奧運 甚至三屆大概就最多了 而且這種錯過一次要等四年的 任何選手都不希望啊 是沒有辦法參賽啊 這其實也是為什麼過去中國選手 有非常多都是出走 自己的國家 寧可到海外 能夠獲得去參加奧運的機會 場上兩位好手過去在國際賽場 一共有十次的對戰 目前看到身穿黑色球衣的馬龍呢 是以七勝三敗 佔有上風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的年終賽 八強賽 兩個人碰頭喔 當時馬龍是以4比3獲勝 好 互相的反手的齁 馬龍反拍 結合側身正手的搶攻 當然呢 來到這場賽事 對中國都來講 也是他們迎接新的塑膠球時代的第一場大賽 至少呢 第一階段目標是有達成的 讓兩位代表中國的選手呢 是會師決賽 接下來就看一下到底哪一位選手 能夠成為今年 男子世界杯的贏家 在上個星期的女子世界杯呢 決賽上也是兩位中國選手碰頭 最後丁寧是打敗了奧運會的冠軍 李小霞 成為今年女子世界杯的最後贏家 那現在呢 連續兩個星期喔 這樣子 男子世界杯跟女子世界的大賽呢 都是由中國選手會師決賽 要看到底是誰技高一籌喔 雖然說這樣比賽是在德國的 城市杜塞多爾夫舉行喔 但是場邊其實連續兩天都來了相當多 中國的球迷啊 在這場 對決當中呢 要由馬龍先來發球 好 第一個球齁 還是馬龍發短球齁 可以看出張季柯呢 直接就是台內的一個擰球的進攻齁 好球 哇這個 確實馬龍呢 齁 在發完球就已經閃生了齁 已經側開齁 等著呢 要反彈張季柯的所謂的台 台內的擰球 哇 第一個球 對 張季柯今天第一次的發球 就出現失誤啊 哇 漂亮喔 如果以馬龍呢 能夠用他的正手來對拉啦 我想馬龍應該是佔一點點上風啦 四平的開局喔 四平的開局喔 出王重發 好 目前比賽的開始呢 馬龍還是利用發偏右的短球來做一些戰術的配合 漂亮 漂亮 這個張季柯 你可以看出齁 他在擊球的動作呢 這種狀況呢 不球大手背的擺動齁 完全呢 小手背 還有一個加速齁 掉開馬龍的一個位置 刺鼻 還有一次的發球機會 哇 也是一樣喔 馬龍懷疑顏色 對 那第一集的過程喔 我想對張季柯呢 應該要思考喔 因為馬龍呢 已經打出他的這種所謂的側身正手搶空的主要的武器了 那能不能趕快掉開馬龍的步伐 一定要往直線 兩位選手今年都是26歲喔 那當然 兩人的個性其實還差蠻多的喔 一般來講呢 馬龍都是比較沉穩的個性 而張季柯呢 是比較有血性啊 所以在場上的狀況起伏是會比較大一點 相對來講 馬龍是一向都比較穩定喔 但過去也都被人家認為 因此沒有什麼特色 不過其實從中國隊最近幾場國際大賽也看得出來 馬龍確實已經成為國家代表隊的領軍人物喔 對 那這一球呢 整個過程你可以看出齁 已經有點弱點的變化齁 打向馬龍的偏右的正手位 想抽場但是直接出界了 雙方現在剩下三分的差距 好發球 喔漂亮一個 這個張季柯呢 你可以看出他擺短的動作齁 也讓他的這種對手呢 完全沒有注意到齁 也可以看出這種短球的一種細膩的控制 烤起來的球 張季柯直接搶空得手 拿到第五分 所以現在張季柯逐漸擺脫 開局階段的不穩定喔 對 那也可以看出張季柯呢 開始先用短球齁 來互相來對抗齁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你馬龍就沒有所謂的長球側身的進攻了 好也是壓制他的直線齁 所謂的偏右的正手 這個打法呢 你很清楚的呢 張季柯很快的把分數追平齁 也知道說 我的對手呢 他的閃身的機率太高 我就不讓你做一個側身 是 不是白短 我就是加速的變現 當然這個時候就會影響馬龍的所謂的判斷了 6比6 好 好 發短球 喔 張季柯還想要回短 直接下網 也讓馬龍拿到第7分 直接推向直線的一板 速度非常快 對 對 馬龍說 沒關係不側身了 我在等著 如果反手呢 我當然加速 沒有的話 就等在偏右的位置 但是互相 事實上呢 已經有一些 預測性的打法 對 一看到張季柯的腳步 開始往後退了 馬龍大概也知道 在張季柯的正手地方 會出現一些空檔 6比6之後 馬龍黏拿3分 好 漂亮的一個來回球 逼得馬龍必須要後退 讓張季柯拿下分數 最後還做一個削球 不簡單 一個馬龍是攻擊選手 被逼到能夠削回去 但是最後還是張季柯的正手 攻擊拿分 好接下來領先的馬龍呢 我想還是 發偏右的短球 做一些戰術的配合 偏右短球 哇 掉開了 哇這個 直接擰向了馬龍正手位 看了解 馬龍的習慣的動作 我想你可以看出 這個球呢 馬龍呢 已經有點閃 閃身的動作 這一次的擰球 弱點相當精采 也讓張季柯 又把分數給咬上來了 9比8 剩下一分的領先 短球開始 馬龍的機會 哇 這個球雖然是插王 但是彈跳的位置呢 正好馬龍正站在這邊 有時候呢 幸運的插王 哇 這個球 所以馬龍冷靜 冷靜 連攻兩板馬龍 場先逼出了橘墨點 哇 插王剛好 實在 位置正好在發力的進攻 正手的對啦 對啦 馬龍在中路這邊 拿下了分數 比局的比數是11比8 由馬龍獲勝 在這場冠軍大勝當中呢 目前1比0 暫時領先章即可 現場 男子世界杯最後的冠軍決戰呢 由兩位中國好手桌隊撕殺 第一局的比賽當中呢 由身穿黑色籌衣的馬龍 以11比8 先下一城 來到第二局要先由世界冠軍 張濟克來發球 對 那以這個目前 在打法上呢 當然馬龍呢 也是要靠他的所謂的正手位 做好一個進攻 哎呦 這個球判斷 好像要出台 事實上不容易打 所以這個球沒辦法 擊球 產生的失誤 接下來馬龍呢 還是會發偏右的短球 對 車開了 轉一顆 拿到第二分 到了在前三排互相擺短完之後 雙方就會開始慢慢把腳步給挪開了 哇 這邊輪到馬龍 真的 也發生了 也發生了發球失誤 這個就是想要發更短一點 然後讓張濟克橫移過來 這個可以看出 兩位都是中國選手 他在台內的處理上呢 以領球來做一個搭配是蠻多的啦 所以我想如果你對對方發出來的旋轉呢 判斷很好 還是盡量的領球 偶爾配合白短的話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戰術 雙方目前保持兩分的差距 剛剛在場面看到也是 得獎聯賽裡頭 杜曬多夫這個城市的 聯賽的俱樂部主席 也來看這場頂尖對決 畢竟難得看到 這麼多好手同時聚在一塊 相互較勁 這個球 馬龍想要做一個 有推壓的動作 所謂的加壓的動作 事實上 這麼旋轉喔 你如果真的發力 也不容易 2比5 哇 怎麼突然間 好像 馬龍也沒辦法做好 側開的動作了 現在比較多是這種反拍的對抗 那 看起來張雞科目前是佔有上風的 漂亮一個 排內的正手的一個波弓 當然 你可以看出 這也是一種短球的 一種技巧 這主要呢 像張雞科步伐跟上之後呢 這是手腕的發力 要怎麼去應用 7比2 哦 哦 這完全是設定好 比馬龍呢 你要打過來的位置 很快的呢 還沒有還眼呢 我張雞科就反拉了 所以這個完成是比速度 對 可以看得出來 最後馬龍連幾球的準備動作 都還沒有完成 球就已經來了 現在兩位選手的分數 拉開到6分 總算了 馬龍反拍這一拍了 打出來了 直接拉直線 直接拉直線 3米吧 偏中間的位置 當然 對馬龍來講 向前的時候 大概 哎 這個姿勢就 比較不容易做協調 那 第二集的過程 當然 張雞科 控制馬龍的 所謂的進攻 是有一套 讓他 沒辦法 逼著馬龍 反手對抗而已 哦 這一板當然是沒問題 發球 落眼太長 直接被 馬龍給逮到 少了一板 大板的 第二個發球 第二個發球 想要用這種側擊的方式來擋球 對 從 當然這一球呢 馬龍是出界齁 但是這種防守難度很高 現在張雞科 出現了六個局末點 而且他沒有浪費任何的時間 馬上就拿了下來 11比4 第二集的比賽由世界冠軍 張雞科獲勝 目前他和馬龍 贊成了1比1的平手 到轉播的現場 2014年ITTF男子世界盃 在德國的杜塞多爾夫舉行 場上正在進行的 就是壓軸的冠軍爭霸戰 兩位中國好手的對決 前面兩局打完 雙方是贊成了1比1的平手 馬龍第一局跟第二局的狀態 相比是相差蠻多的 特別是在正反兩邊進入的成功率 是下降了不少 也讓張雞科是有機可乘 對 第二局的過程 張雞科獲勝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逼著他的對手馬龍 用反拍做回擊 那以張雞科來講 事實上他左右的攻擊的穩定性 還有他的所謂的力道很平均 那馬龍當然就是反拍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我想張雞科應該很有技巧 怎麼樣讓馬龍多做反手的對抗 第三局一開始先由張雞科拿下分數 馬龍也稍微放慢節奏 還是讓他沒有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側身的機會 就給你擺短短的 一起來呢 有可能就打上你反手會的對抗 反手拉起來的第一板 張雞科 反應稍微慢了一點點 第二次的發球 哇!拼長球啦 哇!這個可以看出 這位這個發球上呢 受到的效果 那也在動作上呢 馬龍他原先是判定是短球 結果呢 擠到身體 哇!直接又是擰到馬龍的正手位啊 哇!這個張雞科的揭發球啊 第一個呢 我就是擺短讓你反手 讓你知道我有反手 但是我運領球呢 往直線的正手會讓你掉 掉開 所以呢你側身 很少讓你有機會啦 所以我想你可以看說 張雞科很有經驗 好!擺短 沒有機會 喔!當然 最後這一板球呢 還是讓他擺到 對!先加身球的落臉之後呢 馬龍馬上側身搶攻 打到第二分 喔!機會球 機會球 自己就佔貨注 發完球的搶攻 目前在 國力作種的世界排名部分 前面四名仍然是由 中國選手所把持的 排在第一名是許欣 第二名是凡正東 今年他們的出賽場次額 比較少的關係喔 那世界杯的邀請呢 美國又只有 每個國家又只有兩個名額啊 當然 不管喔 不管喔 有兩個或是增加啦 就是一個國家的代表性喔 那因為已經是派最好的選手 那以中國來講呢 目前呢 也可以看出喔 主力選手呢 就是場上的馬龍跟張雞科 對 5比4 馬龍現在反超了張雞科 好 高拔發球 測開 漂亮的一板球喔 可以看出 這個就是馬龍的 最好的一個戰術 要能夠測身喔 也要先益測 對 有可能 張雞科呢 現在下一個球就不會打這邊喔 喔 漂亮的 喔 正手拉完球呢 喔 轉了反手的進攻喔 這次橫拍呢 目前呢 最厲害的武器 5比6 這是兩位球員 第一次在男子世界杯的決賽碰頭喔 哇 馬龍的反應非常快 對 大概整個 張雞科回過的路線喔 事實上已經等在那邊了 7比5 馬龍會有2分的領先優勢 在2012年 馬龍拿到世界杯冠軍的那一年呢 他在決賽上是 打敗了波爾 而張雞科只是在2011年封王 那一年他是 擊敗了 同胞王浩 好 轉回正手 漂亮的一個 喔 對對拉的當中呢 喔 以這個所謂的速度力量 你可以看出喔 馬龍呢 這個完全是壓制性的 打向張雞科 那我想 張雞科喔 一定要嘗試喔 一定要弱點變化啦 包括呢 當然 反手位之外呢 就是直線的球要多一些 好 直線要注意喔 喔 可惜啦 白短 這是一個 這個 在處理上呢 比較 防守性的一個控球 6比8 輪到張雞科有兩個發球喔 唉唷 唉唷 對彈跳呢 出現的問題喔 可是 很可惜 馬龍已經做 台內的一個波弓 哇 想要反啦 結果呢 應該有一點點插邊喔 這個位置 好 接下來呢 還是靠馬龍呢 在揭發球上呢 是不是直接呢 做一個擰球喔 長球的對抗 好 波弓 漂亮 拉穿了馬龍的防線啊 雙方啊 你可以看出喔 這個張雞科已經被釣開了喔 還能夠用角度趕回來 最後還是做一個 反手位的拉球啊 所以左右開攻 所謂的橫拍的運動人呢 他就有這個能力喔 8比8二平手喔 張立科這兩個發尾分拿下來 現在讓他在第三局的後半段 追上了馬龍 轉 好球 這馬龍呢 反手的回擊喔 也蠻快的 當然 可以看出啦 當馬龍發短球之後呢 基本上喔 他不做 所謂的閃身 他有擔心喔 可能偏右的正手球蠻多的 然後互相呢 就要怎麼樣 讓 掌握球的弱點 好第二個發轉球 喔喔喔喔喔喔 要側用 鈍了一下喔 姐姐的時候 怎麼 沒有很果斷 沒有很果斷喔 這也是今天張立科街方的變化 喔停喔 這個球 可能 稍微油膩了一點點 這一球張立科擰得又更靠近馬王的身體一些 9比9 第三指了 現在來到比賽的最後關頭 張立科有兩次發球的機會 當然對發球員來講 勢必就是最好的短球 能夠攻擊是最好 好發轉 來回球的速度相當快 完全是沒有所謂的借力 就是盡量兩個發力對發力 馬龍連續的幾顆球都跟得相當緊 最後也迫使張立科 擊球掛網 現在也出現了馬龍的局點 這張這個擺的確是有技巧 這個球看起來好像要出台 其實你要經過發力很難 這個球馬上馬上就快要往下掉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 銀馬龍要發力也不是 所以直接出界 10比10 第三局兩位選手一路打到了Deuce 馬龍的發球 一樣的發偏右短球 張立科等一過來擰球 但是遇到稍微大了一點 直接擰出界了 現在讓馬龍又一次的逼出了局點 馬龍的處理短球要怎麼去控制 好直接 哎呀可惜 一樣 他換了馬龍 他會緊張 有壓力 他出手總是沒有這麼放鬆 事實上兩位選手都是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吃球都吃得比較多了一點 沒有辦法順利的把球回擊 11比11的平手又一次的Deuce 現在要從對方的手中連續得分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打得太好 這場球的殺手劍 對 他這個直接擰向馬龍的正手這邊 哇這速度又快 這板球也是馬龍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找到解決方法 應該在發球上 應該策略上 不見得都是偏右 包括偏左或者是 所謂的擠壓式的長球 應該要做一些變化 哇一樣的位置 還是直接出界 所以讓張棋柯呢 立即的Deuce之後 以13比11拿下比賽的第三局 這樣比賽目前他以2比1 暫時領先馬龍 馬龍跟張棋柯大會的12號總指 正面硬碰硬 前面三局的比賽打完之後呢 張棋柯暫時2比1領先 張棋柯暫時2比1領先 張棋柯也是目前在國際桌壇 各個大比賽都曾經拿過冠軍的榮耀 所以這會不會又是他一個新的起點 對 當然對張棋柯來講 也可以 大概證明 他還能夠打這個奧運會的實力 對 當然我想目前的整個戰況 事實上誰要贏球很難講 還是每一球每一球 誰能夠不要犯下錯誤 那就是能贏球 漂亮一個進台的一個正所的撥公 當然這個就完全是判斷 一個步伐引前 直接打向對角線 第四局馬龍有了好的開始 從張棋柯的手中連拿2分 完全預測到張棋柯想要往右橫移 那以馬龍來講 出現的時機 應該在前一集的時候 應該多發一些 尤其在後段的時候 那馬龍這一球就很有技巧了 對 方向隨時要改變 張棋柯揭發有很大的比例 是會橫移到正所位來反手擰 那剛剛馬龍那顆長球 其實就打到了張棋柯的空檔 不過張棋柯也是很快的 就討回顏色 1比3 出手力量太大了 直接飛出去 在第四局一開始 又變成是馬龍 暫居領先 整個張棋柯可以看出 他拉扯的角度 越打越開 這完全是一個 角度上 或者所謂的手腕的一種 所謂的摩擦的力量 產生的一個角度 不跟馬龍硬碰硬喔 對 改用弱點 去影響到馬龍的擊球 前面6分打完 馬龍還是稍微佔有優勢 正手的短球喔 對 這次發的特別短 馬龍 你可以看出 他在前一波的發球呢 弱點有所改變 再回到原來的偏右短球 就有效了 所以選手呢 一定要很了解 對方可能他的接發球的位置 不要讓張棋柯這麼好擰球 對 現在呢 主導還是等於變馬龍 之前呢 就是感覺馬龍好像沒有機會 做好進攻 那現在呢 也很多的控球 加上 當然這個球呢 擺得非常非常的好 2比6 哇 出台球就 想要直接拼一板啊 對對對 太急躁了 太急躁了 有些狀況 看起來 蠻好打的 但是呢 不是說特別長 你要發很大力量 就是出界 比數來到3比6 好球 還是要趕緊的做好 發球第三板的進攻 哇 這個反手 一個拉球的旋轉 好 來 領先的馬龍呢 一定要靠這兩個發球 齁 再次的把分數拉開 那當然這個發球弱點 就有很大的空間喔 以馬龍來講 應該要 嘗試多變化 還是 偏正手 對啦 喔 沒有問題啦 來到這個環節 馬龍是 比較握有優勢的 還是盡可能呢 馬龍在發球這一段呢 不要讓張棋柯有這麼好的擰球的威力喔 當然 你不讓他擰球 就是有弱點上喔 包括他反手位的一些弱點 那張棋柯就沒辦法橫移過來 馬龍第二個發球 是不是改變 還是這邊喔 就是沒有擰球就對了 我這次張棋柯的反應也非常快喔 又把分數逐漸給咬了上來 好 目前呢 雙方 擦個汗喔 當然在 這個當中呢 一定要 冷靜的思考喔 下一板球如何的做一些 處理 應該來講 雙方都會想要進攻的戰術 這是乒乓球的一種發展的趨勢喔 你如果思想這樣呢 只能保守啦 安全的處理 這個 基本上 你要贏一流選手是不可能的 5比7 好 開始進攻 想要直接拉直線喔 這球 是不是出拍的角度沒有拿捏好 事實上 他在 地側上 他沒有想馬龍怎麼會這個戳長 一個加鑽 好長球 稍微把插具給拉開 互相白斷 這一次 馬龍還想要 把力道再放得更小一點點喔 結果球直接是沒有過了 還是8比6領先2分喔 一般來講喔 我想馬龍 這裡面喔 可以做一些假設性的 對角線長球 馬上側開來拼這一半球 就看馬龍能不能 非常大膽的去嘗試 先還是沒有喔 哇 結果在反手對抗當中喔 被張濟科 先找到空檔 對 這時候 馬龍呢 你不敢測開 我就先測 反倒是落後的這種張濟科呢 這個 比較有一個拼搏的這種戰術 第二次發球喔 這時候呢 馬龍就暫停喔 剛剛這一分就是在領先的情況下 其實馬龍的心態是比較保守一點啦 對 想要打穩為主 事實上喔 這個 局數要落後一局喔 那你馬龍呢 手上握有發球錢 我想 你在 發球上喔 還是 以偏右短球的話呢 事實上是 也沒有得到好處 那要嘛就是他反手位的 短球也沒有關係 或者急長球 當然 那你一個發球員 你心裡會想說 急長球可能是被動喔 但是我想 以馬龍的這種發球的這個速度喔 可以做這方面的考慮喔 對 那張濟科應該會 稍微注意 就是馬龍可能是往短球這邊喔 尤其鎮守位短球 所以張濟科來講 他會橫移過來是打的 對 不過剛剛其實在揭發過程當中 張濟科明顯也對於 這局一開始馬龍那個長球 有點忌憚啊 所以在橫移的過程當中 還稍微有 等一下 看看馬龍的球到底往哪裡去啊 對對 當然 比分呢 來到了這個後段喔 這一兩分呢 在乒乓球的比賽呢 就是說 我誰能夠掌握 正手 反手都沒有關係 我先拉球 那 贏球的機率就大增 但是所謂的就是進攻呢 有一個壓迫的作用 馬龍 站停回來之後還有一分的領先喔 這一局其實前半段是 有稍微把比分拉得開一點 但是張濟科真的永不放棄啊 馬龍發球 哇 一樣的發球喔 正手的對拉 哇 力量 哎呀這個是沒問題喔 對 馬龍搶先改變了線路喔 去影響到了張濟科的擊球 對 你只要 把 能夠搶先拉起來啊 對拉的這個長球 你可以看出喔 馬龍的 哇連角度都改變 哇 這個直線球啊 難度很高的 主動的去改變球的落點喔 影響到了張濟科 7比9 好球 這個接發球 對 一個帶有晃的動作喔 他也不擰球了 直接呢 正手的撥弓喔 你可以看出喔 這個動作呢 非常細膩 這也是可以看出 中國的選手呢 在這麼緊要關頭上的接發球 就有這個能力 他不見得一定要擺喔 擺是一種被動的一個處理 現在馬龍出現了三個局點 好 做一些變化了 前一版的接發對於這一版來講 也產生了一些影響喔 最後呢 馬龍是11比7 拿下比賽的第四局 所以目前雙方在打完前面四局之後呢 贊成了2比2的平手 大會第一種子跟第二種子的桌隊廝殺 黑色球衣的馬龍跟紅色球衣的張濟克呢 在前面四局打完之後喔 贊成2比2的平手 看到球員在場上這麼精彩的表現喔 在杜塞多爾夫場邊的中國球迷也顯得神情十分開心喔 對 當然從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應該是要欣賞喔 雙方在短球的處理的變化喔 那中眼台當然沒話講 這次馬龍在轉正手的進攻喔 對 相當漂亮 這個確實是發揮的左右開攻的本領喔 你可以看這一次 先是中台反手的環拿 哇 你送到我右邊 哇 這個正好我拿 這個球的力道喔 可以出去看它旋轉度呢 也非常強勁的 第五局的一開始由馬龍 先持得練 突然的長球出現 這次再度掉到張濟克喔 這個發球上喔 事實上呢 對馬龍來講喔 如果能夠發這樣 他的整個佈局的空間就會增加啦 那也可以讓張濟克感覺得說 我到底要往前移動還是怎麼樣喔 所以發球是很重要的 好球 一類的一個進攻 一個撥攻喔 那在馬龍的處理上呢 也很少看見馬龍不橫移過來 他直接呢 正手的撥攻喔 這也可以看出呢 他的反手領球厲害之外呢 這一部分喔 已經增加他的威脅性了 突然白短之後 再進攻 完全是 很好的一種 短球的策略 白短 馬上退到原位之後 反手加力了一反 馬龍 現在取得四柄的領先了 好球 這次又是落點的變化 發在比較靠近中路的位置喔 所以 張濟哥還是想要往右移動來擰球 就變成說 擊球的角度稍微受到影響 連拿五分的開局 這次一開始馬龍用他發球的變化喔 去影響到張濟柯 對 當然兩位選手喔 我想對自己的發球上好 掌握好的話 贏球的機會 確實是大增喔 大增 那張濟柯呢 目前好像對他自己的發球 反倒沒有什麼攻擊性 當然兩位中國選手交戰啊 所以 中國隊的總教練 劉國良呢 可以輕鬆的坐在場邊 觀戰就好了 四場階段呢 劉國王教練是坐 張濟柯的場 也相當緊張啊 跟波爾一直打到第七局 才分出勝負 喔這 來到這一局喔 馬龍不只在發球這一段 掌握主動喔 就連揭發都打得 對 很具侵略性 整個來講喔 也了解張濟柯的發球的位置 要改變了 哇太長了太長了 想要改變反手的轉球 結果他發出台呢 當然馬龍呢 正好打起來很順手 直接的進攻 側身展開搶攻 現在馬龍變成是7比1的領先了 打到這邊 張濟柯的場上的情緒 已經大受影響了 對 那現在也不曉得說 揭發球是要 橫移過來呢 還是反手會照顧喔 所以這個有打亂了 所以分數落後呢 只能 就是被動 對 現在連自己進攻的機會都錯過了 有可能是要 這局要放掉 全力來拚下一局了 對對對 一般有些選手會有這種 戰術的配合 好 應該不會測開 跟他對打了 哇 用反拍節奏的變化 這也是張濟柯相當拿手的策略 忽快忽慢 最後再加力的一板 拿到第二分 哇 這個 處理這一開球喔 又是用這種側擊的方式 哇 真的是高難度喔 你可以看出喔 當然畫面沒有帶上喔 這個馬龍呢 是往他的右側的擊球的角度喔 做一個滑過去的動作喔 所以 為球加了一些右側的旋轉啊 最後球躺在做上了 是我 加速往張濟柯的 這個 正手拐 哈哈… 這個呢 往左側的摩擦 事實上 局長好像把球 玩得在手上喔 抱歉哥 寶寶 是因這馬龍的 對 11比2 相當輕鬆的拿下了 比賽的第5局 現在馬龍在這一場 決賽當中呢 已經取得3比2 拼牌的優勢了 2014年男子世界盃的冠軍決戰 黑色球衣的馬龍現在3比2 暫時領先 他的對手張蒂科 兩位中國選手相互抗衡 現在比賽來到第6局 面臨輸球危機的張蒂科 是不是能夠鼓敵反彈呢 你要拿分 要再追一擊的話呢 就是不能讓馬龍做好一個正手進攻 要怎麼控制最重要 對 張蒂科 第6局開始呢 就先搶攻了 一比你的領先 趙蒂科如果還想要拿這兩球 必須要連打兩局喔 前一局的比賽受制於馬龍的發球 所以打得很不順 漂亮的一個 防守呢 最後呢造成了 馬龍的進攻的失誤 哇 雙方的真的反應很快 這個反手的力道真的相當強勁 站的位置雖然是比較靠後面 還是有辦法 反拍去加力 好球 對啦 落後的張蒂科 趕緊的呢 採用一些攻勢齁 所以雙方也很清楚齁 你能不能掌握一些 進攻的一個策略齁 就是佔一點點上風 所以跟前一局是倒過來的狀況喔 讓張蒂科在開賽 是取得領先 又是積極的橫移過來 擊球喔 馬龍雖然發的落點已經常常靠近邊線了 但是 張蒂科也到位 當然這個就是所謂的齁 在分數上領先的時候呢 在張蒂科的這個心態上 會比較敢去做 對 所以一般來講一個運動員齁 事實上呢 就是在分數上呢 會做一些 如果齁 領先的情況下怎麼打 對 他要怎麼打 或輸球的時候要怎麼 基本上是有一定的方式 撕筆 好球 哇 這個球 馬龍呢 確實在處理這種正手短球的 所謂的正手波弓呢 以今天的這種處理呢 非常果斷喔 也帶給張蒂科很大的威脅性 好 接下來馬龍 最後兩分呢 這兩個發球呢 勢必要能夠弱點的一些變化 對 好 張蒂科可能要擰球了 喔 對了 撤開 正手的對攻 現在馬龍掌握主動權喔 又是一個長球 這個 對拉當中呢 這個可以看出馬龍 確實 他的步伐很快 已經有 調動 往前 往前再做一個拉一板球 所以 欣賞這兩位頂尖中國選手 整個場上腳步的移動喔 也是這樣比賽的一大看頭 翼瑞爾的腳步真的非常快 這個球 這個張激科呢 當然 回擊的速度呢 有點擠壓到馬龍的 應該是靠身體啦 這個球很可惜啦 打在中線的位置 對 馬龍也說 這個好像打到已經邊線了 影響到他的判斷 还是由张继科保持两分的领先 好球 这个高水准 两位选手可以看出张继科反手还能够反拉 当然你对上马龙的正手当然就不利了 对 毕竟能够用正手来拉球 整个力道上面会是比反手 还是来强劲一些 剩下一分的差距 想要推直线 对所以两位选手 如果与反胎的对抗 在旋转度是张继科占有一点的优势 因为以马龙的反手的动作 基本上是带有一点点摩擦 当然以速度可以做一个抗衡 但是旋转还是张继科来得好 所以我想马龙可能要做一些测开 测开去抢一分 好 接下来马龙的发球 这个是偏右之外 还有其他的招式 还是偏右短球 又是一样 所以被张继科还是横移过来拧球 直接拿到分数 对 他的反手的动作上 以马龙你可以看出 他的画面上呢 他是有点球拍往上贴上去 那以张继科是反手 做一个拉球的动作 所以两个是不同的 当然张继科这种比较有攻击性 4比7 插了一下手 马龙再来发第二分 短球 还是被张继科找到闪身的正牌 这个非常的水准 你可以看出呢 双方打球的节奏在变化上呢 有强有弱 然后反手结合侧身 直接的变现 这个 这个是 所谓的一流选手的对抗 张继科打到状态好的时候 是正反手发力 一样强悍 8比4 来到第六局的后半段 又把这个差距给稍微拉开 看起来我们很有机会看到一场七局大战 这个是张继科呢 他有应该是说 等在那边 快拉的 翻击啊 这难度很高 9比4 这一局其实因为马龙一开赛就陷入到落后 所以 看得出来他的发球变化就没有前一局来这么多 张继科是领先之后不断的加强他的攻势 反拍出界 就让马龙得到第五分 最后呢 你可以看出 双方对控反的当中呢 最后还是由张继科 抢先起反 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 压迫性的一个打法 现在第六局的局目点出现了 张继科有五个机会 把战线给拉长到决赛的第七局 摆断 马龙想要去挑张继科 反手位比较深的落点没有成功 这也让张继科呢 最后是11比5 拿下比赛的第六局 现在呢两位中国好手要来进行决赛的第七局 才能够分出胜负了 以下节目为双语播出 欢迎再度回到艾尔达电视 哥们们快来欣赏2014年 男子世界杯最终决战的转播 马龙跟张继科 大会的第一种子跟第二种子 现在马上就要来进行决赛的第七局 才能够分出胜负了 这样比赛一开始就由马龙 抢先拿下第一局 不过张继科呢 那时候再二三两局 马上又把军事给搬回来 不过这也就是顶尖选手在场上较劲 其实每一分每一分的策略调整得非常快 所以没有哪一方能够永远 掌握主动权啊 对一般来讲就是当你呢 落败的当中呢 会做一些调整跟变化 原则上呢 如果你的调整之后呢 让你打起来很顺手 应该是策略正确的话呢 就会慢慢的又回到胜利了 所以这个就是场上控制能力了 那赢球这一方 原则上改变的机力比较少 所以这次是场上战术要怎么去配合 当然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种比赛经验 还有一些 应该是说在有一个课堂上 要做一个战术的模拟 关键的地区其实也都看哪一方比较敢拼 不能打得太过保守 对当然 这个地区级呢 没有所谓的防守的机会 要攻的话呢才有胜算 马龙的发球一开始先插网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也是有点紧张 哇长球了 哇 不过张继柯这一球虽然说不算接的特别好 但是马龙已经稍微往后退了 哇这个是有点运气 应该是张继柯有几道 但是在摩擦的就在 反正是变得很短的弱点 对他在摩擦的时候好像打到球派的边而已 所以马龙也吓一跳 让张继柯先拿下分数 这边又是用弱点去控制住了张继柯 最后球稍微往中路弹啊 所以张继柯并没有找到最好领球的点 一比一的平手 轮到张继柯来发球 双方都是要挑战个人生涯第二座四月杯的冠军 哇这个球张继柯拼得凶啊 也知道我在对拉的时候呢 不能拉向马龙的正所谓啦 马龙还是等于要反啦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熟悉的一种战术啦 好接下来张继柯呢 还是以他的习惯还是短球啦 好短球 这次球都对到马龙手下了这一分 2比2 杰森的第七局 很难看出端倪到底哪一位选手占有上风 还是不断的在调整场上的策略 对对对 事实上我想杰森级 差距这一两分的 就是看你敢不敢赌这个 可以看出 这个球张继柯很果断就发力 如果这个球呢 你只有带过去的话呢 马龙已经测开要准备反啦 对 所以我想这就是 在几球呢 能不能放开 大胆的去一些 一个发力 有一次的由张继柯抢下领先 还是靠这个比较偏靠近中线的弱点 马龙用发球控制住了张继柯 事实上只要让马龙打到反手的这个部分 应该张继柯就要五下才对 因为你知道 毕竟张继柯事实上 对马龙这种回击 没有什么很大的杀伤力 还是紧张 我感觉总是有压力的 3比3的平手 哇 8球太长了 直接被马龙逮到机会 中路的正拍 相当大力啊 对 一定要自己的发球前 这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运用 这个部分呢 张继柯呢 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他主要落败呢 常常就是他发球的 被对方进攻 还是拧球 对 测开 漂亮的一个打法 你可以看出 如果呢 马龙呢 能够转为正手的一个抢攻 就是压制了 张继柯的整个攻势 在换面的同时呢 张继柯也向主审了 做出了要求暂停的手势 现在3比5落后的情况下呢 世界冠军 要喊个暂停了 来到场边稍微冷静一下 对双方呢 一定要采用 他原来的一个暂停 来做一些调整 来到关键的第7局 看得出来马龙在比赛的前半段呢 是比较敢打 几次该测身的机会 他也没有错过 对 那目前来讲 当然以马龙的这个气势呢 还是要维持的 因为中断以后呢 你要拿分 你侧身 即使被吊中了偏右的正手呢 大概以马龙的步伐要救上来 还是有可能 我有领先2分的马龙呢 发球呢 而且他有很多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还是偏右 然后张继柯呢 暂停过来之后 拿下分数 能够让马龙的反手 互相对抗呢 对张继柯心里应该比较安心一点 双方剩下一分的差距 哇 再来调整 现在对于场上的每个细节都很在意 应该调整自己的情绪 节奏 好 第二个发球 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发球 5比4 第二个发球 还是发在了 张尼科正手短的位置 张尼科横移过来 想要再拧到马龙的正手位 去发生的失误 这是张尼科在比赛前半段 很长得分的一个手段 我这一次呢 是以失败收场 4比6 好 一个插网 他的插网就是应该压力压力大 就产生一些控球的部分 好 短球 正手先拉起来 直接进到三颗攻击范围 对对 摆到呢 他知道马龙这个球 他的力量上是不可能发很大的力量 你可以看出马上测开 顶多就是拉转而已 对对对 又回到一分的差距 到底一路死谁手 现在还很难说 上面可以一路把比分咬得相当紧 好球 突然间呢 马龙呢 横移过来呢 台内的一个进攻 这也是在比赛当中呢 马龙呢 比较少出现的动作 就是打法 对 哇 这个变化蛮多的 比较多的撞击 不是用摩擦的方式 对 而且他偏右都是用正手拨弓 突然间横移过来 所以这个揭发的方式 也让张尼科完全无法预料 马龙守住了以前的优势 现在比赛来到7比5 当然 好的机会呢 要如何发球抢弓 好 发球抢弓 哇 漂亮 这个球 张尼科防得太好 而且是反拉 对于马龙进攻的路线也 预测到了 这确实不简单 对方已经攻击那么强劲了 你还能够等在那边反他 再度回到1分的差距 我张尼科这边也始终欠了一股气 没有办法把比分给扳平了 现在就看一下 第二次的揭发 马龙会怎么来处理 还是正好的短球 这个球呢 虽然很明显的马龙也知道我要闪身 测开 但是呢 领球你可以看出张继科这个厉害 在力道上旋转度都加转了 对 哇这个球非常有技术的 你的浮现相当低 而且往前冲 让马龙测身没有办法掌握到好的击球点 哇 局数3比3 7比7 分数又7比7 当然 每个选手一定都很紧张的 没错 张尼科追了大半局了 总算 现在追成平手了 双方正式会对卡 这个球 马龙的中演台队 应该是很少出现的失误啊 现在两位选手都已经把暂停给用掉了 否则马龙应该很想要喊个暂停 对 整个好像士气上出现一些问题 当然 还是要一颗一颗的来 一球一球 好现在呢 还是要看张继科 因为这个球已经足够让马龙压力 还是发偏右的短球就可以了 张继科目前是连拿3分的状况 在决胜局首度取得领先 好偏右转球 哇 已经等在那边 所以从这两球呢 你可以发现张继科很冷静 他知道马龙第一次接发球呢 是往他正手送 第二次呢 一般的选手车是不大敢 再往同样的位置 所以张继科已经等在反手位 这个就是选手有经验很冷静 比数来到7比9 反而马龙是陷入到2分的落后 对于场面的德国王教練来讲 这场球也是很好的 这个参考的例子 对 看看这两位选手究竟哪一位 会是下一届出生奥运会的主力人选 漂亮 这个时候呢 马龙也不急着做一个侧身的动作 他知道张继科拧球呢 相当的这个所谓的旋转 所以他等在那边做一个反压 那当然要考验呢 到马龙第二个发球之后呢 张继科的可能会调动马龙的位置 对 第二颗的发球 还是正手短的位置 张继科拧起来 接过马龙 反手加压挂网 对 很明显的 在张继科的整个后段的揭发球呢 就是所谓的拧球 来制造马龙的回击的压力 事实上张继科的台内的 这种拧球的旋转度 可以从画面看出是蛮强劲的 现在张继科的冠军点出现了 10比8 有两个机会 可以让他拿下 新雅第二座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对马龙来讲 决生局的前半盘 一路保持领先了 却在后半段翻盘 对 好 进攻 哇 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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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打出界 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马龙还有机会 只要他能再从张继科手里抢下一分 双方就要进行deuce 他已经对抗了 对张继科领先一分 握手发球前是占领非常有力的 好 张继科发球能不能进攻呢 就看这个球 短球 哇 马龙最后闪圣了正牌 让他把战士给拌平了 10比10 马龙还是冷静 你可以看出 这个揭发球呢 忽然间的摆短 也是在比赛当中很少出现的 他一摆短了之后 张继科呢 他认为说马龙你应该会做一些 拨弓啦 就是长足对抗 所以呢 制造短球之后惨弓 对 张继科刚刚也没有预期到一个短球来 所以 在放短的过程当中呢 稍微长了一点 现在10比10 轮到马龙的发球 哇 还是抓到了张继科领车的位置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张继科的 在第七集的过程的接发球 完全掌控好了 所以 是不是马龙 没有预测 或者心态上呢 发球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了 这个选手没办法 这个场上就是这样 当你对方太了解你 根本不会发其他动作 角度的时候 我就要进攻了 张继科拿到那一分之后 握拳 朝天 对自己也肯定了一下 现在又一个冠军脸出现 11比10 哇 绝大球出界了 结果呢 张继科相当兴奋了 来到场边 哇 真是一脚把这个 广告看栏给踢破了 哇 这场角色的第七局 也看得出来 对张继科是相当具有意义的 拿下这场胜利 所以他也忍不住 大声的怒吼 把球场两关的这个 看板啊 都给踢破了 12比10 张继科在 关键的第七局当中的逆转 打败了马龙 最后以4比3 包括了主持人 包括了最后的冠军战 都是经过了七局大战 打败对手 也看得出来 哇 张继科这个 血力里面这种疯狂的一些因子 最后在这场 中国逆战当中呢 张继科是 击败了马龙 成为了2014年IDTM 南智世界杯的最后的赢家 这是张继科呢 张继科呢 生涯第二座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对 当然这场球赛 也可以看出呢 同样是中国的选手 他的竞争呢 非常激烈 那比赛的场上呢 当然从画面看出 當然 张继科呢 在第七局的捷胜局当中 展现出他的这种台内的领球的功力 完全压制住呢 马龙的所谓的 所谓的发球抢攻 那 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张继科很清楚 只要不让这个马龙呢 直接做一个测身 做一个正手抢攻的话 就能够有掌控的机会 那我想马龙呢 这场球赛 输掉的主要原因呢 尤其呢 最后一集 第七集呢 当马龙发球的时候呢 突然间他在发球的位置 都太固定了 完全呢 不敢做一些 左右的调动 也让呢 张继科有机会呢 固定的一个 横移过来领球 造成很大的威胁 我想这个比赛呢 技术上是五五波啦 主要呢 就是说你冷静思考 这一点呢 马龙这场球赛 确实是没有做到 尤其关键的第七集 但是很可惜啦 他最后的输掉球 对在10比10的时候呢 张继科揭发的情况下 还是相当 果断的把球拧向了 马龙的正手位 这个得分的手段 其实在比赛的前半段 蛮强出现的 不过 来到中后半段 其实看到马龙喔 几次运用长球 有效的去影响到了 张继科的站位 没有想到 在关键时刻呢 还是发到这样的弱点 被张继科给逮到 那当然也恭喜张继科 拿下星雅第二座 世界杯的男子单打冠军 对于马龙来讲 这个结果真的是 稍微可惜跟遗憾了一点 那当然呢 这样转播到这边 也要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继续问您 送上了更多ITTF 世界巡回赛的转播 也要请您继续锁定 我们的频道 我是军府 跟身边的讲评 朱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场精彩的 说唱对决再会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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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感谢观看